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交财产的侵犯 那波兰为何要查封俄使馆学校 波兰是故意挑衅俄罗斯吗 俄罗斯外交部说将波兰的此举定义为敌对行为 俄罗斯又会如何反制 另外在前线战场 瓦格纳集团的创始人说 前线部队弹药严重不足 如果这个赤字补不上 那么瓦格纳集团就要撤离 从呼吁尽快结束战争到威胁要撤离 瓦格纳有何意图又会否影响巴赫木特当前的战局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江一先生 做分析和解读 先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周六波兰华沙市政府当局 在警察的陪同下 抵达一所附属于俄罗斯驻华沙大使馆的学校 并在拒绝开门后破门而入 同时 要求儿童和所有老师在莫斯科时间当天晚上19点前离开学校 此事发生后 在俄罗斯克界引发强烈抗议 俄罗斯前总统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言辞犀利 直指俄罗斯不需要与波兰建交 而且乌克兰到处都是波兰的雇佣军 人权理事会成员布罗德则表示 在胜利日大阅兵前夕发生这样的事件并非偶然 这是波兰反俄政治中的一个环节 此外 还有党派当天在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馆附近 举行超过500人的抗议节会 俄罗斯外交部当即也发表声明 指出 波兰当局公然违反维远纳外交关系公约 俄方将给予强硬的反击 29 апреля польские власти вторглись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школы при посольстве России в Варшаве с целью ее захват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эти очередные враждеб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ольских властей как вопиющее нарушение Венской конвенции о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сношениях 1961 года и очередное посягательство на российскую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ую недвижимость в Польше столь наглый выходящий за рамки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ого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бщения шаг Варшавы не останется без нашей жесткой реакции 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для польских властей и интересов в Польше в России это нужно понимать инициаторам таки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ых противоправных и провокационных затей 据俄罗斯駐波兰大使 安德烈耶夫对外透露 俄罗斯联邦 и波兰之间的关系 已经接近于零接触 早前 波兰宣布 开始没收俄罗斯在华沙的财产 随后 波兰外交部 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 对两处房产启动执法程序 理由则是 这些物品为俄罗斯联邦非法占有 并且并非用于外交和领事目的 江夏您好 这次波兰查封的是 俄罗斯驻华沙大使馆附近的一栋 为外交官的子女准备的中学校舍 所以它这个前因后果 究竟是怎样的呢 其实杨哥议长上来说 这是一笔糊涂账 就是由于历史遗产所留下的一笔糊涂账 那如果当然大的环境下 如果双边关系比较好 波兰方面不是执行那么激烈的一个反俄政策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可以协商的一个余地 至少在执行的程度上不至于那么的激烈 但是现在的一个大的环境 大家知道就是特别是在2022年以后 包括波兰在内的很多的东欧国家 都在极力地执行一个强烈的一个反俄的一个政策 而且去除这个苏联时期的这个遗产 应该说这个动作比过去更加的频繁 还有更加的猛烈 应该说这一次的这个对这个学校的这个处理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反应 那这个校舍本身呢 实际上它是在70年代的时候 就是当时所谓华约的成员国 亲户会的成员国 当然苏联在这个集团内 它是作为一个老大 它在其他的这个东欧国家的 所拥有的这个财产 应该说肯定是不对等 这个所谓的不对等 就是说我们讲包括维也纳公约也好 包括各国之间的这种双边处理关系的时候 外交的财产的给予 相互的这种给予相对而言 面积都是会比较对等 当时苏联的体积以及它在所有的这些东欧国家里头 它的这种影响力和这种驻外机构的这个人数的这个众多 它肯定不会是完全的这个对等 在很多的国家它所拥有的这种 所拥有的很多的包括外交财产 或者不包括外交财产的这些面积 都会比其他的国家在莫斯科的要大得多 所以这次被针对的就是不对等的那一部分 对 所以苏联接地以后呢 就是我们可以讲就是当时 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给予苏联的 这个特殊的这种待遇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勤奋 它并不完全是一个按照维也纳公约的那种对等的原则来 那苏联接地以后当然这个情分就没了 那情分没了以后呢 如果就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双边关系比较好 那这个问题呢相对而言就好处理 不计较了 或者说我可以让出一点 或者说我可以多要一点 那要的什么程度 包括执行的手段有多激烈 这个问题就没有不至于走到那么极端了 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 大家知道苏联接地以后 波兰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没有很好的理顺 2022年以后 这个波兰可能在反俄这个问题上 可能走得更加极端了 所以这个关于这个孝舍的一个官司 打了至少有将近 恐怕有两年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反俄的这个大背景下 那执行的力度肯定要加大 所以波兰当局就把这个问题 诉读于法律就交给波兰法院裁决 那波兰法院当然裁决完了以后 最近采取这个行动 就是波兰法院裁决完了 这个财产是属于波兰的 所以华莎当局自然就去 所谓的这个按照法院的这个判决 他去采取这个行动 引发了双边关系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纠纷 但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 首先这是一个历史的一笔糊涂 但是历史 处理历史遗产的时候 怎么样去 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包括处理的进程是怎么样的 要放到双边关系的大环境下来考虑 有分析认为在俄罗斯胜利日大阅兵之前 波兰的这个举动绝非是偶然 它是很明显的是反俄政治当中的一个环节 您怎么来看 当然这肯定是跟目前的整个的东欧国家 包括波兰在内的整个对俄政策 是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就是不管是不是和5月9号这个胜利日 有多大的这个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2022年以来 波兰 波罗的海三国 也包括乌克兰 去俄化 去苏化的这个进程 在明显的加快 包括对历史纪念物的这种破坏 包括对于俄罗斯文化的这种去除 也包括对很多的这种文化和教育机构的 这样一个清除 这些都是作为了一个反俄政策的一个延续 这一次的这个校舍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反应 波兰这次的行为确实是有一点 不太符合外交上的规矩 那您觉得它是在蓄意的挑衅俄罗斯吗 如果是蓄意的话 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是不是蓄意我们也不说 首先这个问题它是它政策的一个延续 就是不管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校舍 如果还有类似的情况 我相信波兰或者其他的国家 东欧国家很可能还会采取类似这个行动 是不是那么极端那就单说 但是至少这反映出来了 目前东欧国家 整个的对俄罗斯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 那么这种基本的立场和基本态度 一个方面当然是对俄罗斯来的 另外一个方面是对西方内部来的 就是这些国家要在反俄的政策上 一定要它作为反俄的一个前线 而且是整个欧洲 就是西方阵营里的反俄表演的 这个政策表演的最极端的 那他们的这种极端在一定程度上会牵制 牵引其他的欧洲国家来予以配合 影响包括欧盟 包括北约对俄罗斯的这个政策 因为大家知道在欧盟 在北约内部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声音 还有些不同的一些考虑 包括德国和这个法国在内 这些老欧洲国家可能更多的 从地缘政治啊 大的国际环境啊 等等这些方面去考虑 而对于这些东欧国家来讲更主要的是要强调 所谓的大西洋同盟 强调所谓的共同的这种价值观的这个同盟 强调的所谓俄罗斯对于他们自身的 就是对于这些东欧国家这种安全上的这种压力 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政策要做到很极致 做到很极端 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去影响欧洲其他的国家 波兰对俄罗斯的挑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4月26号 俄罗斯驻波兰的大使谢尔盖就表示说 波兰的检察院把俄罗斯大使馆 包括这个商务代表处在桑坦德银行账户上的资金都没收了 其实早在去年3月份 就是俄乌冲突刚开始的时候 波兰就已经冻结了俄罗斯在波兰的资产 您觉得波兰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还是这个政策的一个延续 就是作为 我刚才讲的就是 所有的西方国家现在都在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那这个制裁中间谁 会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 更极端 它在很大程度上就一定会影响 这个欧盟和这个西方 其他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这个政策 波兰算是走得最极端的吗 波兰和波罗地亚三国 应该说这四个国家是相对而言走得比较极端 那为什么要走得极端 首先他们经济体量上来讲 与俄罗斯的整个经济联系 经济体量与俄罗斯的这个容易切断 就是我切断了无所谓 对他来讲 他就可以不计其他的这个后果 来走一个极端的一个政策 那这种极端政策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他会有一个什么反应 大家知道在去年的时候 切断与俄罗斯的陆路上的这种联系 禁止俄罗斯的所有的这种财产 通过这个陆路 包括波罗地亚三国 也包括波兰 运送到加雷宁格了去 采取这个政策什么 就是要影响欧盟倒逼欧盟 你对俄罗斯的这种禁运 和对俄罗斯的整个物资的这种限制 要走一个极端的政策 虽然后来欧盟认为你的这种政策 不符合我的这个利益 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对冲 但是这种对冲 它一定是有反应的 就是说你不能不考虑我的立场 我波兰的立场 我波罗地亚三国的这个立场 你是不是要考虑 不能说你完全就不采取 不接受我这个立场 可能会有一些放松 但是如果我不倒逼你 你连这个放松都不存在 你可能这个物资的这种流通 可能就是自由的 就像开战之前是一样 所以我采取一个百分之百的政策 你最后欧盟采取的最后可能是百分之五十 所以这些国家的这个政策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想见的 那今天的对俄罗斯 包括外交财产的这样一个冻结 它还会要达到一个目的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它有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今年的这个 所谓季期的这个峰会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 可能要推独死 对俄罗斯的所有进出口的这个路子 那现在我就是要走这一步 金融资产首先要冻结 那我现在走了这一步以后 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推 你继续在对俄罗斯的贸易 金融服务这些方面 是不是会走得更多 俄罗斯也有一个相应的反制措施 普京最近签署了一项新的法令 就是说当俄罗斯的海外资产 被扣押的时候 反过来俄罗斯也会对这些 对俄罗斯不友好国家 在俄的资产进行一个临时的接管 您觉得他这个反制的举措能有用吗 这些反制的举措实际上 现在已经开始着手 在进行 在普京签署这个反令之前 就已经引发了很多的外资公司 就是在俄的外资公司 从俄罗斯资产的撤离 同时还有一部分资产 就在讨论怎么样 转交给俄罗斯相应的公司 比如说日本在远东地区 和俄罗斯合作的能源的这些企业 那从一定程度上来讲 这是俄罗斯对于西方国家对俄制裁 包括冻结俄罗斯资产的一个反应 必然的一个反应 不可能说你打了我一棒的一个还手的一个举动都没有 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反应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这会加快 很多西方国家从俄罗斯市场退出 这应该讲这是一个互相作用的一个结果 一个方面来讲 相互的这种大的这种对立的这种政治气氛 使得双方的这种正常的经贸往来 不可能持续下去 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对于俄罗斯自身来说 也是外资在未来在俄罗斯的这个投入 包括他对这种预期的这个判断 恐怕都会更加的悲观 对于俄罗斯自身的经济 包括吸引外资来讲 这也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波兰先是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 紧接着又没收了俄罗斯的校舍 然后俄罗斯的外交部说 将把这一切的行为 视为一个敌对的行为 那方方面面来看 您觉得俄罗斯接下来 会如何反制波兰呢 总体上说来 应该是说这种反制 都会是相对比较对等 就是从外交斗争来讲 相对都会比较对等 那这一次波兰 这个把俄罗斯认为 是他的这个外交财产给没收了 那相对而言 毫无疑问 俄罗斯方面就要 在自己境内去找 波兰是不是有类似的这样的 尽管可能不是学校 是不是波兰在俄罗斯的这些财产 我会要采取一个 什么样冻结的措施 或者说扣押 或者说这种没收 这种方式都可能采取 刚刚这个梅德威杰夫也说到 现在波兰跟俄罗斯 在保持一个这样的外交关系 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您觉得接下来 两国的关系会如何的发展 会走到断交那一步吗 断交这一步倒恐怕不至于 降低外交关系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 但是我说不会直接 因为这一次这个笑舍的事情 我想可能这个取决于俄方 去选择他的反制措施 到底有多少 第一步我刚才讲了 就是说如果要按照对等的话 可以冻结没收波兰 在俄罗斯的这个财产 那如果 因为他还要考虑到下一步 因为我刚才讲了 就是波兰对这个反俄政策 在不断地走 不排除未来还会有更加极端 类似的这种极端的这种行动 还有 那如果下一步还有的时候 我要采取什么措施 我要留有一个后手 所以顺着这个逻辑来说 降低外交 这个关系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就是如果波兰的这个对 这个对俄政策 还是继续那么极端的 那么走的话 那降低外交 这个关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断交这一步呢 应该说是很难走 因为断交对于双边关系来讲 不是一个大的冲击 不取决于你现在双边 是不是一个敌对的 或者说不友好的一个状态 而取决于你 这种断交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不仅是对于波兰和俄罗斯的关系 对于其他的波罗的海国 三国对俄罗斯的关系 是不是一个个都要断交 那这种断交的话 对于俄罗斯的整个外部环境 包括它在国际社会上所引发的影响 以及以后 重建这种关系 它所造成的这种成本 应该说都是 需要仔细去考虑 所以双方的关系恐怕还要在僵持一段时间了 谢谢江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下节新闻见识谈继续带您关注 瓦格纳弹药严重不足 部分部队撤离 相关话题稍后继续 一会见 新闻见识谈 欢迎您回来 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格任 30号表示瓦格纳突击队严重短缺弹药 如果这个赤字补不上 那么瓦格纳集团就要撤离 普里格任说 他已经置信了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邵伊古 要求尽快为这些部队提供弹药 否则随着瓦格纳离开巴赫木特 俄方的前线战果将会重新归零 星期六 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格任认为 瓦格纳前线突击队弹药短缺 已不是某个分队 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普里格任强调已经有没有弹药的部队撤出战斗 不能坐以待毙 已有94名瓦格纳战斗员死亡 尽管现在瓦格纳死亡的人数比过去减少了5倍 普里格任认为 基辅的军队目前已做好准备进行反攻 反攻将在不久的将来进行 最迟不会超过5月15日 周六 瓦格纳集群在巴赫木特市只推进了150米 在瓦格纳侧翼作战的俄散兵突击群 突破了乌克兰军队在赫罗莫沃以北的第一道防线 完全控制了巴赫木特西南沃多卡纳尔地区 并到达了柴克福斯基尤比雷纳亚街道的交叉口 俄专家预计 巴赫木特市85%现在处于俄军控制之下 另外7%到8%被指定为两军争夺交战的灰色地带 目前巴赫木特周边和市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十个旅 失去原先阵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 乌军能够击退俄罗斯军队 并且使克里米亚半岛回到基辅的控制之下 他又说乌克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是否继续提供武器 而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 我们继续来聚焦前线最新的情况 有消息说现在乌克兰已经撤到了巴赫木特的最后一道防线 前线具体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最近这几天俄军在巴赫木特又向前推进 而且整个的巴赫木特控制的这个 就是俄军控制的这个面积越来越大 所以现在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整个前线上最近这一段时间 仍然交火最激烈的还是在巴赫木特 所以大家都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是不是俄军想要在5月9号之前拿下这个巴赫木特 向这个所谓胜利日做一个 包括那天还有个阅兵 等于说作为一个节日的一个礼物吧 现在还剩下大概七天的时间 能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现在还有待观察 但是不管怎么说很明显 现在要拿下巴赫木特成为了俄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目标 而且几乎应该讲是最可能达到的一个目标 那如果说现在瓦格纳集团要拿下巴赫木特 在您的分析来看还要多久呢 现在很难说要还有多久 从过去的这段时间来看 两个方面 第一是到今天巴赫木特这个城区已经达了9个月 那么9个月的时间进展并不是很顺利对于俄军来讲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第二个方面 由于现在俄军在前线更多的使用这种密集的这种炮火的轰击 像这种城区的很多的防御的攻势是依靠楼房 楼房被摧毁以后 对于防御方来讲 可能更缺少这种有效的防御攻势 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 就是最近这半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俄军相对而言在巴赫木特进展相对比较顺利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就是说 乌军在这个防线上到底还愿意能够坚持多久 它有多少的能力 它有多大的意愿 不能够在这个里面变成了一个乌军的一个绞肉机 这点也是有待观察 所以具体时间现在还很难说 现在瓦格纳在巴赫木特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刚刚先短片也介绍到说 已经是一个弹药严重不足的情况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巴赫木特应该说在过去9个月里头 主要是以瓦格纳集团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突击力量 在这9个月里头我们看到了巴赫木特 逐步逐步地被俄军这个控制 面积控制的面积越来越多 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来 就是说 瓦格纳集团确实在攻克这个巴赫木特方面 扮演了一个主力军队作用 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从各个方面的消息也反映出来 包括瓦格纳自己也承认 他在整个巴赫木特消耗了太多 损失了太多 现在西方都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可能巴赫木特这一块 在瓦格纳集团大概损失了有两万多人 现在瓦格纳集团大概还剩下 在巴赫木特大概还剩下四千多人 那你可以看得到 瓦格纳在这块的这个付出的这个成本 伤亡也是非常巨大 那这也就造成了瓦格纳在整个后续的战斗中间 他还有多少的这种剩余的力量 还有多少的一个突击力量 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 包括在巴赫木特的两亿 除了瓦格纳在攻以外 俄罗斯的特种部队包括那个散兵部队 也加入了在这个攻击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瓦格纳集团在最近一段时间 他确实在战场上那种力量 不像最开始那么强大 瓦格纳集团自己也说到 现在这个弹药严重不足 如果这个赤字补不上的话 接下来可能瓦格纳就要撤离了 如果瓦格纳撤了 对整个巴赫木特的战局来说意味着什么 其实这个我觉得 普里格金这个说法 有可能是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呢 这也还是反映了就是 瓦格纳集团与包括国防部在内的 俄军正规部队的这个传统的一个矛盾 这个矛盾已经闹不是第一回了 普里格金说这个武器弹药不足 这个问题在一开始攻打巴赫木特的时候 他就闹过一个 那个时候也是闹得沸沸扬 而且也是公开的说 那么随后这个问题 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俄军也出面 予以澄清 那这个问题呢 似乎得到了解决 但是现在到了战斗 貌似要进行尾声的时候 进入到尾声的时候 这一出又出现 这个反映出来就是说 双方的这个矛盾并没有真正的解决 这是一个方面 我认为就是普里格金这个话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的意思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瓦格纳集团现在在他的实力 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以后 他是不是要考虑一个保存实力的问题 如果瓦格纳集团真的 像这个西方的分析家所说的 在只剩下四千多人的这个规模的时候 如果继续再进一步的往此里面 再填 再填 他又得不到补充 人员 物资又得不到补充 那瓦格纳集团今后 不仅仅是在俄乌战场上 在整个俄罗斯的对外军事行动中间 他还能扮演多少的这个角色 他还有多少的这种影响力 这也是瓦格纳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我借 现在武器弹药不足 人员补给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 我要保存一个实力的问题 反过来再来看乌克兰方面 吴军说已经做好了反攻的准备 吴军的反攻的这个情况进展 您有何掌握呢 吴军一直说 自己进行了这个反攻的准备 都已经基本上准备的差不多了 现在主要的问题呢 如果客观的是天气的问题 也是按照普里格金的说法 大约5月2号左右 最后最近的一场大雨可能下完 然后十几天天气就转秦 天气这个地面就开始硬化 这是一个 从天气的一个原因来说 另外一个方面呢 可能我觉得 大家可能对于乌克兰的这个 所谓的一个反攻啊 可能更多的有一个固化的一种想法 就说是冲方法一吹 然后大规模的集团的冲击 但是从乌克兰的整个的能力 包括现在俄军在前线的这种准备 以及俄军的潜力来说 可能不是这样一种反攻的方式 可能是一种零打碎销的一种反攻方式 就是不断地有这种小规模的战斗 在不同的战线上 从北到南 我认为在哪个地方合适 我就在哪个地方发起 小规模的就像一种进攻 这种进攻以后 因为按照乌克兰自己的说法 我的反攻的最终的目的是 要收复我的领土 那我这种收复领土 我只要在一个村子 一个村子都取得进展 这就可以讲是一种反攻了 所以这种零打碎销的一种方式 还有在观察 就是说乌军这个反攻形式 到底是什么样的 但是这种零打碎销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 是符合乌军目前的这种能力的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 也会在整个战线上 给俄军造成一个疲惫 因为他不断地在 从北到南的整个防线上 都在采取这种 零打碎销的这种反攻行动的时候 俄军可能判断不出来 他到底主攻方向在哪里 这样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疲惫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 我们所看未来的这个乌军的反攻 是不是时候沿着这个路子走 这个恐怕是一个观察的方向 非常感谢江先生带来的 俄乌局势的最新的点评和分析 新闻见识谈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